对于迟疑看到的景象,我们一行人感到新奇,纷纷决定一探究竟,却没想到,眼前的铁轨却连接着另一个秘密的埋谷之地。 你怎么撞了过来啊?我也不是很确定啊。 林沫,你笑什么? 迟疑,你说。 我晚上上厕所的时候,看到火车,绿皮火车,很老的那种。 迟疑,你确定你不是在做梦? 我也不知道,也许是我看错了吧。 别啊,挺好玩的。快跟我说说,那个火车是在天上飞呢,还是在地上跑呢? 你就是不相信我,火车怎么可能会飞呢? 当然是在铁轨上跑的了。 铁轨? 不会吧,林沫说的那个黑色铁轨? 你们别这么看着我啊,我也是听这个村子里的人说那里不干净。 再说,那个铁轨也不通向我们的房子啊。 冷死了,冷死了,跑个遍地垫这么远。 下次换你骑自行车,我坐后面,你就不冷了。 我虽然坐在后面,但是我手上还骑着东西啊,很重啊。 你们都围在厨房干嘛呢?开饭了吗? 你们听我说啊,池叶刚刚。 幽灵火车,这一定是幽灵火车对吧? 方祥瑞,牛奶,牛奶都撒了。 哦,抱歉。 齐叶,你一定是看到幽灵了,你应该叫我起来的。 我叫啦。 老实说,我也有点在意你莫昨天晚上说的话。 你们去看了吗?那个荒废的黑色铁轨? 没有,只是好奇。 洛洛,你别这么看着我,我只是单纯地从安全方面考虑。 展一文,你换鞋要去哪儿? 散,散步。 散步?散步需要带相机吗?回来。 好了,这件事情呢,不管是真的是假的,我们都不去深究,别忘了我们是来干什么的。 难得有点娱乐的东西。 不行,太危险了,你们忘了与屋中学的事情吗? 可是,这次的情况跟之前不一样啊,我们,我们只是去看一眼。 是啊,我早上出门的时候,到天里面还有别人,肯定没事的。 有事的话大声呼叫,村子的人就会过来帮忙,我的那个表哥就是这么跟我说的。 我,你们,你们,都想去啊。 嗯。 唉,与其大家偷偷摸摸地去,还不如一起。 至少白天,大家相互照应还是比较安全的。 好吧好吧,我不管了。 她没事吧? 她没事吧? 放心,她就是个老好人。 过会儿,一定会跟着我们一起过去的。 那先说好,安全第一,安全第一哦。 是。 从这里出了村口,沿河走二十分钟就能看到铁轨了。 还在等什么?快点出发吧。 这里的杂草还真多。 李莫,这条河最后会通往哪儿了? 我也不知道,不过这个小岛本来就是靠近入海口的。 最后应该会流到海里吧。 那我们,能看到大海吗? 你闻到海风了吗? 赤叶,这里离海远着呢。 你们快看,这里,这里。 这个是什么? 是变更轨道的拉杆,竟然埋在草里面。 那前面就是…… 黑色的铁轨像是遗留下来的龙骨那样,带着牧尘俯首的气息,趴在泥土里。 神奇的是,两边的杂草也不愿接近这个不祥的存在。 纷纷避开生长,在这一块草地中,如同疤痕阳挽引。 芙烂的枕木带着褐色绣般的铁轨,混着一股难以言语的气息。 甚至在木头上还能看到一块一块黑色以及凝固的血迹。 这一块块红色的,不是我们想的那样吧? 呃,也许是动物连上去的别的东西。或许吧。 你们看那边,那里应该就是铁轨变轨的地方。 好像……有两条铁轨分开出去了。 现在,我们该往哪儿走? 不管往哪里走,都不会是通向我们住的地方。 所以说,一定是看错了。 确实是,这里的铁轨已经烂成这样,应该很久没有使用过了。 不会有火车能在上面行驶的。 不过,也侧面说明,如果迟疑不是虚迷糊了, 那不在铁轨上跑的,不是幽灵还能是什么了? 我们还要继续调查吗? 你们来看这里。 我的天,这个真的是…… 我们大家呆呆地站在冷风中, 眼前稀稀拉拉散落着白色的骨头, 分不清到底是什么动物的骨头。 但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寂静的我们, 震惊得,一句话都说不出。 这条铁轨到底是什么? 等等,我上网看看能不能查到。 查到了,我给大家念念。 战争中,修建的铁轨已经有百年的历史。 因为时间的沉淀变成了不祥的黑色。 但最具有传奇色彩的并不是这条铁轨的历史, 而是当时行驶中载满珠宝,消失的黄金列车。 未完待续。 明 Zenita 只要奇猜lic 熟悉